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5月27号11时整 2020珠峰高城测量登山队 八名队员登顶珠峰 在顶峰停留150分钟后 登山队完成 峰顶测量任务开始下撤 27号下午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所长 本次珠峰高城测量技术协调组组长 党亚民告诉南渡记者 珠峰的新升高公布 还要约三个月时间 党亚民同时表示 他不赞同珠峰高度变化 反映气候变暖的说法 他认为近几十年珠峰高度的测量变化 主要还是与测量精度的变化有关